欢迎大家回到周一概论的课堂当中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他说君子学以聚之 问以辩之 宽以居之 人以秦之 一月献龙在田 立献大人 君德也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二摇的这个指向 应该是君子之德 那么从这段文字当中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他对于君子的日常行为 去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 但是有趣的是 我们说他最终落实到 还是一个君德 那么对比一些新的文献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样的一种文字的出现 实际上恰恰证明了 那么原始的异传文字 在这个秦汉之际 特别是在汉代 可能那么根据当时的一种 帝王精神 或者说一种大一统的思想 那么进行了部分文字上的 删减和改造 那么把一些不符合 这个皇家思想的精神 去进行了删除 或者说是改造 像这个地方我们就讲了 他本来讲的是君子之德 但是因为二摇和五摇 大家知道 九五摇象征皇帝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 有句俗语叫九五之尊 来形容皇帝 好了 五摇和二摇形成了一个 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二摇的这个摇词 二摇的这个精神 显然也是指向五摇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把它改成了君德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 我们认为这段话当中 描绘了君子的四个原则 或者四种状态 交友原则 对话原则 生活原则 代物原则 那么什么含义呢 学与聚之 那么君子 什么是真正的君子 就是和周围的人的交往 交流 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学习的交流 一种文化的交流 一种知识的交流 也就是说 我交往的朋友 都是什么 都是在某一个方面 能够给予我帮助 能够对提升我的品德 精进我的知识 有所帮助的人 而并非我们一般议行 所谓的酒肉朋友 那显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强调了 交友的这个原则 对话原则 问一变之 好了 我们在和周围人的 这个知识文化的 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要有一种论辩的精神 这个论辩精神指向了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要尊重他人 发言和讲话的权利 不能说比如说 因为我的社会地位高 那么你的社会地位低 或者说因为我是长者 你是后生 那我就剥夺你发言 和讲话的权利 那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在和别人的对话 过程当中 要有一种相对平等的精神 我尊重每一个 和我对话的这样的发言 第二呢 就是在发言的过程当中 我们针对于真理的 某些辩驳 那么要相对来说 通过辩驳 使得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 更加深刻 所以我们说 真正的不搞一言堂 搞对话 搞问辩 其目的就在于 增进我们对于一个知识 对于一个问题的深入的认识 你比方说我个人 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 可能是片面的 但是我的这种片面的认识 和别人的认识 去进行一种思想上的交锋交流 那么最后 可能我们两个 原来都相对来说 比较片面的方向上的认识 就会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得到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那么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 在一定领域上 在一定的范围当中 去拓宽我们的知识 所以我们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第一要尊重对方的 这个发言的权利 第二要强调通过论辩的 这样一种精神 使得我们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 更加全面 更加深刻 而不是说 比如说我抛出一个观点 然后别人因为畏惧于我的权位 对我的这个观点进行阿谀奉承 或者阿谀的这个 追捧 从而使得这个我们说 不仅不能够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 反而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错误 非常荒谬的认识 那我们说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 君子那么应该是有这样的气节和胸怀 去进行相应我们说更加合理 更加准确的这样一种对话 那么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二方面 第三个方面 就是生活原则 就是宽以居之 那我们说实际上它和这个代物原则 人以行之 两个是贯联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对待自己 对待别人 那么有的时候 都要用一种更加宽厚的视野来看待 更加宽容的视野来看待 那么用一种仁爱之心 来贯穿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去对待周围的事物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强调了两点 第一点 是强调我们要用一种 比较一颗比较宽厚的心 来对待生活 第二 我们要用一颗 有爱的心 那么仁爱的心 来对待生活 那么用这样的两种精神 在我们的生活 以及对待事物的过程当中 就能够做到相对来说 比较完善 当然了我们说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提到了 那么交友 因此我们多说一句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什么样的人 适合于做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又应该去交往 什么样的人 来作为我们自己的朋友 那我们说在这个 中国古代 对于有的这个定义来看的话 我们说有两个 是比较可以引起我们大家注意的 第一种呢 是把我们的朋友分成了几类 第二种呢 就是强调了 一个好的朋友 应该所具备的这样一种精神 那么我们先来看 对于朋友的这样一种分类 那我们说 认为生活当中 我们的朋友有四类朋友 第一类呢 是如花之友 那么就强调了 这个朋友在 当我们风光的时候 他能够使我们变得更加风光 但是呢 当我们落魄的时候呢 显然他是无能为力的 就好像一朵美丽的鲜花一样 当这个女子明艳动人的时候 那么配上这个美丽的花式 他能够更加漂亮 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不漂亮 或者打扮非常的过时 非常的粗鄙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再去给他配一个花式 也不能够改变 他本来丑陋的这个面貌 所以我们说 有的朋友在生活当中 那么只能给我们锦上添花 而做不到所谓的血中送他 那么这是第一类朋友 第二类朋友就更有意思了 那么有的人和我们的交往当中 就像我们与朋友之间 摆了一个天平一样 你低他就高 你高他就低 也就是说当你得势的时候 在上面的时候 他在你面前卑躬屈膝 那么非常的公顺的 这样一种态度 翻过来 当你一旦落难的时候 他立即在你面前指高墙 摆出一副完全不同于往日的状态 显然我们说这样的人 如果是作为我们的朋友的话 并不是一个非常合理和可交的选择 那么我们说这种是第二类朋友 第三类朋友如山之友 那么强调的什么呢 强调的就是 在生活当中 我们说有一些朋友 我们在和他交往的过程当中 那么就像 巍峨的高山一样 他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 能够给予很多的知识 给我们 但是呢 这类朋友的 不好就在于 那么他像 一座高高在上的 什么的大山 那么我们在和这样的一种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 往往存在着一种心理压力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面对这样的一种朋友 进行完全意义上的情感书法 能够完全放开自己的情怀 去肆无忌惮 在这个朋友面前表现出一种友情 不可能 那么他往往在这样的一种交往过程当中 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师长类的这样一种压力性的选择 所以这类朋友 对我们很有帮助 但是呢 显然 他不能够成为我们心灵上的一种依靠 那么最后一类朋友 如地之友就强调了 这类朋友可能对我们来说 看起来非常的平凡 平庸 但是 他能够成为我们心灵上的一种 依靠 当我们无助的时候 当我们失落的时候 当我们感到 无可奈何 甚至于前途渺茫的时候 我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位朋友 向他倾诉我心中的苦闷 向他去吐露我内心当中 那些不为人所知的 那么平常被我隐藏和包含起来的 好了 通过这样的一种情感抒发 那我们重装上阵 再次出发 可能能够抖擞精神 战胜面前的困难 这类的朋友 未必在知识上 能够超越我们 未必在地位上 能够超越我们 但是他能给我们一种 非常温暖 可靠的感觉 那么就像一个港湾 去容纳我 去包容我 那我们说这同样是一种 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的 那么好的友人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朋友的 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标准 来衡量和划分一下 我们身边的朋友 各自属于哪样的一个类 那么这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 然后在论语当中 提到了这样的三点 那么事实上是对朋友的一个 标准的这个模仑 就是评价 就是说一个很好的朋友 应当所具备一种什么样的品德 我们说三种品德 第一 那么这个朋友一定是比较正直的 那么他是一种非常政治的人 第二 这个朋友是一种心胸比较宽广的 那么在和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能够接纳和容忍别人犯的错误 那么第三类 这个朋友一定是 那么在某种方面具备优良知识的 所以在这个论语当中 还有一句话说 交友物有不足及者 就是孔子强调 三人行必有我师 那每一个人都有长处 那我们在和别人的交往过程当中 要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 通过别人的长处 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或者我们自身的短处 去进行一种改造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改造 来慢慢的提升我们自己的品德 所以我们在和朋友的交往当中 实际上也应该贯彻这样的三条原则 第一要秉持一种正直的心态 那么当朋友去做一些 那么错误的抉择的时候 我们应当勇敢的指出 而不是说人云亦云 或者说是事不惯己 高高挂起 那我们说这实际上都不是一种正确 或者一种应该作为朋友 所有的这样一种态度 第二呢 当朋友做了错事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说一棍子打死 那我们还是更多的 要对朋友的错误 那么抱着一种宽容 宽宏的态度 去原谅他的错误 那么朋友实际上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能够改正别人的错误 把它重新从一个 那么本来不太很正确的轨道当中 变到这样一个应有的位置当中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是强调了 好了 那么他在和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 或者我们在和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 那么应当用自己的知识 去改造朋友 也更多的从朋友身上 学习一些有价值的知识 来改造我们自身 那我们说这是我们对于 朋友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说 在这个周译当中 对于文词的这样一种描述 今天的课 我们暂时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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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